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的债家人认为 这种鬼会钻进人的肚子里 肆意撕咬人心肝 蚕食人魂魄 一旦有人被琵琶鬼附身 便会给寨子带来无尽的灾难 在泰国北部也有琵琶鬼一说 女主角小月的母亲突然变得吃傻 还喜欢吞食生肉 村民认定她已经变成了琵琶鬼 于是合力将小月一家拧出寨子 无奈之下 父亲只好带着妻儿来到破庙安家 还落发为僧 靠着微薄的香油钱过活 虽归于佛门 但父亲始终不信这世上有琵琶鬼 只认为妻子得了怪病 一直在悄悄研制药方 不知不觉过了十多年 寺庙里已收留了十多个琵琶鬼 而小月也长成了高挑清秀的女孩 这天 小月像往常一样来到顶呱呱超市上班 辛苦劳作一天 终于到了下班时间 只见她十分熟练地将过期猪肉绑在身上 娴熟地骗过了门卫大姐 刚想骑上小店旅回家 便被新来的经理阿坤拦住 小月满脸写着心虚 然而 阿坤并没有发现她的秘密 只是想搭个顺风车去城里办事 一路上 初来乍到的阿坤都在欣赏着乡间美景 小月则心事重重 没发现面前是一条坑坑洼洼的烂路 小店旅被颠得摇摇晃晃 车上的两人也颤度不止 小月好几次都差点将过期肉抖了出来 幸好她的运气够好 总算是有惊无险的驶驴烂路 可一只突如其来的癞蛤蟆 吓得她急踩刹车 过期肉也扑通一声掉在地上 这样一来 窃取公司财产一事彻底暴露了 阿坤震惊之余 要求小月给个说法 她则十分理直气壮地说 过期肉本来就要丢掉 为什么不能便宜员工 其实阿坤觉得小月说的也有理 但为了按公司规矩办事 还是进行了通报批评 为了升级安全性 还在超市中安装监控 要求员工们每天在摄像头面前 销毁过肌肉 眼看着尚且新鲜的猪肉 被厕所清洁夜清泡 小月气不打一出来 其余员工再也不能一块捞油水 多少也有些怨气 只有娇俏的秘书十分开心 因为安装监控的小哥身材很好 低腰裤也够低 自那以后 小月天天自掏腰包 为琵琶鬼买生肉 很快便花光了积蓄 可是收视人又捡回了一个长毛哥 听说他一个人吃光了全村的贡品 被村民追着打 已经没有地方可去 眼看着又多了一张嘴吃饭 小月十分烦恼 这天晚上 阿坤为全体员工举办烤肉聚会 想吃多少都行 就是不能外带 通过这件事 小月对阿坤的印象变好了 阿坤也对认真工作 努力生活的小月产生好感 在卖花小妹的助攻下 阿坤打算借着醉意 向小月表白 第一朵玫瑰象征道歉 第二朵是祝愿 祝愿小月好好学习 日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可是最后一朵象征爱意的玫瑰 始终没有送出 第二天清早 潮市里搞直播的同事 得到内部消息 有一位大卫王主播 正在线上贩卖猪肉 且正好是泡了厕所清洁液的猪肉 消费者们对此毫不知情 还觉得这种肉口感嫩滑 十分美味 小月听后立马掏空了垃圾桶 带着一大包肉莽妙的感 他小心翼翼的洗去了消毒液 将肉放在琵琶鬼面前 见他们吃得很香 心满意足地关上了房门 没声响 一出门就遇上了阿坤 阿坤已经发现他偷走了过期肉 误以为他卖肉图利 要是人家吃出了问题该如何是好 面对阿坤的质问 小月一言不发 他还不知道 木门之内的琵琶鬼刚吞下过期肉 便便隐常的丧尸 正在互相啃咬着 小月听到怪声打开了门 长毛哥迎面猛扑了出来 看来不爱吃生食的长毛哥并没有被感染 他已飞快逃至远处 清朝而出的丧尸们 并没有发现门边的小月阿坤 而是抱着收尸人啃了起来 小月连忙冲进房间 发现母亲也已变成丧尸 眼泪止不住地流 丝毫没有反抗的力气 幸好父亲及时赶来 死死地抱住了母亲 在小月被阿坤拖出大门的同时 父亲被咬上了肩膀 决决地关上了木门 事已至此回天无力 两人本该立刻前往安全的地方 但小月却只顾着站在原地大哭 哭声还引来了才刚便宜的收尸人 就在两人吓得双腿发软之时 广播响起了 丧尸们对声音相当敏感 竟然连几一将到手的鲜肉都丢在一边 纷纷朝广播中的广场赶去 此时村长的儿子小胖 正在广场举办出家仪式 分明是要当和尚 卷弄得像是要出道 还请来了一大群明星站台 小胖在台前激情开场 演奏的是娜姐的经典曲目 丝毫不知后台也被丧尸占领 奇怪的是 丧尸们一听到娜姐的歌曲 便开始蹦迪 而音乐一停 又继续袭击人类 小月和阿坤发现了丧尸的弱点 连忙冲到舞台边 让小胖接着奏乐接着舞 可村长却要求先交前后点歌 按流程 下一位出场的是唱跳两年半的当红顶流 他才刚打开保姆车 便被大批丧尸淹没 直到被咬掉皮肉 才知道他们是丧尸 不是粉丝 顶流迟迟迟没有出场 后台的丧尸舞队迫不及待地冲上了台 音乐一响 诗群文歌起舞 场面虽诡异 但实在精彩 观众们的热情被丧尸歌舞队点燃 压根听不见小月和阿坤的声音 直到一曲舞霸 丧尸们冲到台下开餐 人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混乱之中 老道的村长带着儿子跳上了车 火速摇上了车窗 小胖则来不及关窗 被一只丧尸死死抓住 村长立刻抄起扳手 猛敲丧尸的头颅 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不知不觉 天空染上了墨色 村长父子在半路上偶遇小月阿坤 暗恋小月多年的小胖 陪着他一块坐上了车后抖 才刚行驶了两分钟 丧尸们便追上来了 一个呲牙咧嘴的丧尸司机 载着满满一大车丧尸 他车技十分了得 很快便与村长并驾齐驱 而丧尸们则接二连三地 爬到小月身边 吓得他吱哇乱叫 关键时刻 阿坤用电线绑住丧尸 小胖猛敲丧尸臀部 驾驶座的村长也腾出一只手 帮儿子痛击尸头 看着阿坤和小胖奋起反击 小月终于鼓起勇气 惦击丧尸 可他们很快便扯断了电线 预备再次发起攻击 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了 丧尸被娜姐的歌声迷住 立马开始尬舞 而小月看准时机 一脚将丧尸踢下了车 村长接起电话 十分不耐烦地告知对方 演出取消了 便将手机丢到一边 眼下丧尸已占领了小村长 只有门窗紧闭的顶呱呱超市 最为安全 可是丧尸司机穷追不舍 必须要想个办法甩掉他 阿坤灵机一动 将村长的手机丢给丧尸司机 娜姐的MV定时播放 将司机的注意力全都引到了手机上 一群人安全抵达超市 发现董事长西蒙无恨 正在门口和员工吵架 阿坤来不及解释 连忙将大家全部拉进超市 就在这时 命大的长毛哥趴在玻璃门外求救 见他疯疯癫癫的 阿坤和村长都主张不要开门 小月则坚持要救人 双方还没有争论出结果 小胖便将人放了进来 见不爱吃生死的长毛哥没有变异 小月终于明白了一切 是他用泡了清洁液的肉 喂食琵琶鬼 从而导致其病变 也是他一手创造了丧尸 还来不及自责 一大群丧尸便趴上了玻璃门 贪婪饥饥渴地朝几人伸出手 阿坤叫大家别怕 超市八点就关门啰嗦 丧尸们绝对进不来 阿坤还不知道 住在超市二楼的秘书正欲火焚身 只有通过运动才能使他稍微平静 他已约好了电弓小哥一起修空调 反复叮嘱小哥一定要走后门 此时早已过了约定时间 秘书猴急地打开后门 发现电弓小哥已被啃的面目全非 紧接着 无数丧尸从后门涌进了超市 阿坤一行人猝不及防 在慌乱中走散了 小月小胖双人组预备用糯米驱鬼 但丧尸并不是鬼 小胖也还没正式成为和尚 白忙活了半天 一点用也没有 阿坤的战斗力不弱 但勉强只能自保 员工两人组最为倒霉 只差一点就成了丧尸的宵夜 幸好浑身剑字肉的秘书及时相救 三人才得以脱身 最幸运的当属西门老总 他与大只若鱼的长毛哥分到了一组 学到了食用油焦头这一保命绝招 好发无伤地穿过诗裙 在逃命过程中 小胖被丧尸抓伤了 他不愿意隐瞒小月 只想在变异之前告诉小月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 可是话还没说完 小月便逃走了 刚变异的小胖终于明白 女人靠不住 于是趁着尚存一丝理智 冲到了父亲面前保护父亲 看着与尸群苦苦搏斗的小胖 老父亲心如刀割 我们的女主小月则躲进了仓库中 正在独自伤怀 麦花小妹缓缓朝她靠近 也许下一秒就会咬上来 但小月却没有反抗 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 阿坤及时赶到 将丧尸小孩抱进了纸箱 他一眼看穿了小月的心思 劝他千万不要想着寻死 丧尸爆发或许与小月有关 但也只是一个意外 顶多算好心办了坏事 不得不说 两人还真是相配 建议锁死 千万不要让小月再流入市场 在阿坤的安排下 西蒙老总通过大喇叭 播放起娜姐的金曲 他要充分利用丧尸蹦迪的时间 找回其他同伴 可是歌曲播到三分之一 便进了广告 西蒙老总还来不及 开通会员跳过广告 今夜的电弓丧尸 便修坏了总电箱 整栋潮石陷入黑暗 电弓受着肉味扑到村长面前 给他发了一份盒饭 一旁的凤姐 见状连忙躲了起来 另一边 阿坤扛着灭火器冲进狮群 救下了秘书和两名员工 眼下 潮市各处都被丧尸占领了 必须想个办法逃出去 阿坤想起了纸箱中的小孩丧尸 猜到纸箱对于丧尸来说 就像是一个结界 于是将大家塞进纸箱 自己则单枪匹马冲往后门 去寻找逮捕工具 只见他一手拿着马桶塞当武器 一手抓起垃圾桶盖子做盾牌 无意中发现了 躲在垃圾桶里的长毛哥 计划赶不上变化 秘书的手表滴滴作响 提醒着他 他已经走了一万步 丧尸们被声音吸引 瞬间打破了纸箱结界 秘书为了保护同伴 甘愿牺牲自己拖住丧尸 但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 三个女孩很快便被逼近了死胡同 彻底变异的小胖 站在狮群最前面 目标明确地朝小月袭来 九死一生之际 一阵悠扬的歌声响起了 丧尸们的血液在体内翻涌奔腾 心脏也蓬蓬跳动 全部都匍匐跪地 静静地欣赏着歌曲 纳姐则头顶盛光 神情自若地为这群特殊的观众演唱 很快警察抵达超市 所有人都得救了 那么纳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原来村长为了让小胖的出家仪式更火热 请来了纳姐压咒 而车上的内通电话 便是纳姐的经纪人打来的 村长十分不耐烦地说演出取消 但忘了和人家商量车马费如何报销 正好电话没挂 纳姐得着村长要去顶呱呱超市 于是便找过来了 她本想先去超市厕所方便一下 正巧遇到了长毛叔 在长毛叔的热情邀约之下 勉为其难地献唱一首 婉转动人的歌声透着几缕忧伤 两名员工抱着呆立在原地的秘书 哭得肝肠寸断 小月则亮出了手上的咬痕 流着眼泪和阿坤做最后的道别 而咬伤了小月的小胖 以另一种方式和父亲团聚了 最重要的是警察清理现场的速度很快 一曲唱吧 纳姐终于可以去上厕所了 28天后 小村庄成了隔离区 从来没有得到无什么 也不曾失去任何的长毛叔 成了唯一愿意接受采访的幸存者 长毛哥深知丧失病毒因何爆发 但他只会手舞足蹈 直挖乱叫 怎么也说不清楚原委 而阿坤则辞去了工作 带着他已失变的爱人 踏上了寻找丧失解药的旅途 在车上还放着那朵 没来得及送出的玫瑰花 今天的小故事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吃过期食品 尤其是过期肉 大家千万要好好爱护自己 如果也爱小雅的话 记得给个三连哦